张汉鼓励纳扎分手原因是因为郑爽吗 张汉纳扎宣布分手 郑爽莫名抗枪 鼓励纳扎工作室 今年发布公告宣布张汉和鼓励纳扎正式分手 据公告上说 张汉和鼓励纳扎 已于10月中旬和平分手了 分手原因是太多的外界压力 以及繁忙的工作聚少离多 张汉和鼓励纳扎被几次传离散 不仅生日二人没互动 并且新片开播 绝不替对方宣传 比起来两条微博又有了新眉目了 行主张汉的一篇微博 才让大家浮沉议论 搬一把椅子背对背拥抱 一个人落寞的样子 一次和纳扎分手 而这种种迹象 之前就有了张汉还曾在微博上说 当你把心意变成习惯去做 就变成理所当然了 这话应该就是吐槽自己 真心付出 被纳扎当作理所当然 而鬼纳扎也是在微博当中 晒出了一个小玩偶 还称是挤压神器 难道是感情上出现了危机 所以有很多的压力吗 二人分手在之前就预告了 由二人各自作品 红人机战队或娱乐圈 很多人支持 唯独不见张汉的 而张汉的密战 传奇大风的宣传 也没有得到纳扎的支持 而张汉的前女友 郑爽之前上演员的诞生 真的是美的 让人移不开眼 而张汉也曾在 《花语少年》节目当中 出行欧洲礼堂举办 和女朋友的婚礼 当时二人并未分手 之前张汉还曾半夜点赞过 关于郑爽和替身 一起吃火锅的微博 而这条微博 确定并不是手法点赞 而是真的有分度郑爽 看来也是人静时 张汉还是忘不了郑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